在珠海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航展 多款新型裝備亮相 航展焦點之一是隱形戰機殲20 配裝國產引擎後第一次公開展示 多個動作展現了優秀的低空高速 小半徑轉彎以及大型角飛行能力 殲20被稱為中國最強戰機 過往一直使用俄製引擎 軍方說今次換上國產引擎 令它終於配備中國心 分析相信國產引擎不單止推力更大 還採用了更先進的全權限數字化控制技術 在油耗、故障率、使用壽命方面都有明顯優勢 有美國傳媒形容 殲20以新引擎亮相 是與美軍隱形戰機F22競爭的一大比程碑 無人機系列亦成為熱華 這架彩虹陸無人機 逆展20多米 起飛重量可以達7.8噸 是中國起飛重量最大的一款無人機平台 與很多無人機不同 它採用窩線引擎 續航時間可以達20小時 能掛載光電預警雷達、空地導彈、中小型巡飛彈等多種裝備 又帶你看看第一次設立的船博館 一批無人船艇登場 一艘多功能無人作戰艇 長15米、闊4.8米、排水20噸 配有各種作戰武器 可以用於對海、反潛、防空等軍事用途 同時可以執行安防境界、海洋測量等等 它配置垂直發射的對海導彈 在這麼小的船上算很罕見 而反潛如雷能夠打擊5至8公里水下的小潛艇 陸戰裝備方面 VN22輪式裝甲車延伸 它是一款6乘6輪式裝甲車 搭載了全輪轉向系統 即是六個輪都有轉向功能 轉彎半徑比四個輪的裝甲車更小 非常靈活 VN22攻防兼備 搭載了30毫米無人砲塔 並且可以發射反彈黑導彈 而且採用了防雷一體化的設計 車體的間隙和拼接都很少 在面對輕武器和地雷等爆炸物威脅的時候 充分保障車內人員的安全 VN22輪向美國金馬 名古屋 輪向美國金馬